你也太随便了吧 那有中途换演员的 这谁啊 还有这个 这谁啊 你不要太在意那么多细节 最重要的是 看我的故事 你也太随便了吧 凭什么被对的死鬼是我啊 因为你的心仰和气质比较符合呀 最重要的是卓卓 你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单身 单身怎么了 单身办法 再说了 那袁明清跟那小警察 不也没有谈成吗 人家就拆成窗户纸了 哪是你这个单身跟我能比的 我为什么单身啊 我哪知道呀 白小鹿 你怎么这么说 我为什么单身啊 我 我 难道 你叫我到你家来 你就是为了气我的 小鹿儿 小鹿儿 你别生气 你 你真别生气 这事翻片了 翻片了 行吧 其实我今天叫你来 我是想让你到我的低位观众 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故事吧 极为烧脑 情形缓缓消过结局 再反转 再反转 绝对事情猜想不到的结局 女主角神经病 你怎么知道啊 这就是你所谓的 意想不到的答案啊 等会儿等会儿 我再想一下 我再想一下 女主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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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女主角人格分裂 你说你是不是偷看我剧本了 你 剧本都没写出来 我偷看个毛瞧瞧我 你 你 算了 我就知道我香巴 还是太传统了 根本就不能出人意料 小鹿儿 其实 不是你太传统了 是我太出人意料了 小鹿儿 小鹿儿 其实今天是大赛官方微博 公布大赛结果的日子 我让你来 就想让你给我加加油 放心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放心啊 有我在 肯定能行 也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好 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看吧 跟你那个大叔男友比起来 我是不是又温柔又贴心呢 我有一种感觉 你一定会成为一名成功的编锯 是吧 我真的有这样的感觉 九卷儿 就凭你这一句话 以后我成功了 你随便在我家里蹭吃蹭喝 难道现在不是吗 也是啊 喂 保险理财了解一下 不需要 谢谢 是白小鹿小姐吗 是我 我是你是我的答案 恋爱剧创大赛的工作人员 您创作的《就当青春喂了狗》 入围了本次大赛 最佳原创剧本环节 我吗 真的吗 是真的 明天你有时间来大赛组委会一趟吗 我呀 你呀 已经用了 我呀 你已经有了 我呀 如果你 都被看了 你 嗯 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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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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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见了 来 来 这边走 哎呦 听说我还会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妇女 没想到白编剧这么年轻 过奖了 过奖了 如果有人这么说我 我可不觉得他在夸我 闭嘴 你现在是我的经纪人 时刻维持我的形象 我们大赛每年的优秀作品啊 都会输出给各个影视公司投拍 有很多编辑是从我们那边走出去的 就比如说这个 哪吒三太子啊 妮可啊 恩格茨啊 还有纹理刀啊什么的 台风我都听说过 都是非常优秀的新年彩剧 没错 对 新年的评委志农也相当强大 主评委是著名的韩岛 我相信你也有所了解 卓 我在那 在那 在那 听到没有 怎么办 我 我好紧张 你紧张什么呀 有我呢 我可是你的经纪人 靠伯 你坐我前面 给我带路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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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